哇 站起來就是鼓勵站起來 對 我很喜歡聽起來 裝盡 還有一些話摸著 誰在這裡不花朵 那個手拿那個口紅的 但是這個叫做什麼 他叫我們要操練 完事都要操練在裡面 首先呢 我們是在 我們也讀完了 耶和福音 二十章的 十一節到十八節 我們先有一個起口 十一節到十八節講到 瑪利亞是先在那裡 到弧幕的時候在弧幕面前 他先在那裡 哭的註解裡面是講好哭 就是他的心境裡面 主的父母怎麼不見 只有那個火頭筋 跟那個布在那邊而已 第二是 強調的重點有點 當主耶穌叫他的時候 他是在肉身的時候叫他的時候 瑪利亞 竟然不認識 那時候他是耶穌 顧活了 成為基督 但是主是什麼 主是轉過生產的時候 瑪利亞 他轉過生產 用希伯來話跟他講這什麼 拉波尼 就是夫子 那時候瑪利亞才回過生 哎 他是主 那重點是在這裡 那為什麼呢 瑪利亞跟耶穌已經 那個有形的同在已經好幾年了 竟然主在戶國的時候呢 叫他說 哎 瑪利亞竟然不認識主 他不知道站在面前叫他安慰 就是他的主 當然呢 主跟他收話的時候呢 哎 他是拉波尼的時候 他才定神回來 哎 他是附魔的主 你看 瑪利亞竟然在十二欄裡面跟我們 你去讀十二欄裡面 他跟我們講 一個是什麼 在肉體的認識 一個是在所謂的認識 肉體的認識 那個是有形的同在呢 都會過去 對 你看那個十八章 那個註解裡面 十八章那個 那個奎也兄弟跟我們講 十八章有兩個對比 那時候他還是主啊 對不對 在十八章那個對比裡面 他是人家 龍馬必定要來捉湯的時候呢 主說什麼 兩次的說什麼 我是 他並沒有草 對 那是他一個彰顯 他們沒有草 因為他要完成 順福在神的旨意裡面 但是彼得是怎麼樣 彼得是三次的不認同 對 同樣是人你看 一個在靈裡 他所做的是 我是 但是彼得呢 在魂裡的彼得是怎麼樣 三次的不認同 所以他就從十一節到十八節看見說 你在肉體的認識呢 那個是會過去 主在 在面前叫他 一個不認同 但是呢 你在靈裡呢 就能夠怎麼 認識他是 復活的基督 對 所以這個勢力裡面 看起來我們 在環世上 不只我們在讀經 或在我們在傳無音 在衛族 傳無音 工作的時候呢 要怎麼 是要在靈裡 對 你才能夠認識這位 復活的基督 對 對 而且是把這裡 跟教師們有一些交通 再來我們看見呢 其實雅各書 我們是講雅各書 是歌中之歌 但是他所強調的裡面 的精髓裡面是怎樣 他是強調變化 如果沒有變化 沒有那個新陳代謝的變化 什麼叫新陳代謝的變化 就要有新的元素 一直加到你的體面 不是外面能力那個顯揚 像我業無事 曾經負責 在做什麼做什麼 我總是有一些 只會在我身上 但是感謝在復活的生命裡面 他是什麼 是藉著納士林的基督 在他的能力 在我們身上 能夠顯揚 我們常常講說 主啊 業無事說主啊 不是我能 是在家我能力者的裡面 什麼 凡事 沒錯 所以雅各 你如果沒有記到那個變化 那幾年 你實在讀到歌中之歌 第一章就很摸走我們 驗你什麼 吸引 我叫什麼 所以你看我們 彈琴收到一種 要有一個對象 對 我們跟主的親密的關係 對了 我們叫什麼 就能夠壞跑 對 那你在讀這些清潔的時候 如果你能夠讀書裡面 那個開啟 那個啟事啊 李力兄 不是李力兄 特別一句 我們那個到現在 還意向這個 他說什麼叫啟事 他說什麼叫啟事 不過這樣丟這邊對那個啟事 就是開啟讓我們知道 但是他用了一句什麼 他說什麼叫啟事 就是莫名其妙的讓你知道 當我們讀這些經潔的時候 很多的時候 我們在讀的時候 讀啊好像是白紙黑字 但是你在靈裡的時候 主就會讓你莫名其妙的知道 那就是我們的亮光 當我們對整個化呢 也得著亮光了 我們怎麼 就渴慕去追求 對 那個有形的同在已經過去了 我們現在你看很奇妙 應該我們已經讀完了 現在能讀到使徒行傳 使徒行傳是講什麼 主彼是講什麼 我和基督 在在升天裡 什麼 要平的慢 謝 謝 為的 為的什麼 重的 一個人是重造的 神的國等 你看我們有這個思路 你在那個思路 你在靈裡 你在那個思路 你不用去背 讀一讀啊 你就把那個思路 就能夠論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一直講到什麼 為什麼變化 變化是在那靈裡的工作 所以在變化的工作裡面 你就能夠看到裡面 我這裡特別把它找出來 它總共有兩組的對比 第一個什麼 它從一章九節裡面講 它是禁馬 它是華老套的禁馬 這個禁馬是被華老 華老的意表什麼 在世界裡 我們也都是在世界裡面 然後記得重生 然後呢 得救 然後這個屬靈 換回營 享受它 是你的基督 所有一切的活 那個禁馬再往前 那種 變成燕柱 燕呢 只有在 蘇埃及記得 14章裡面講 成為營柱 是帶領 以色列的子民 是往前的 那這裡成為燕柱 燕呢 它意表是那裡 那裡 那裡已經成為柱子了 柱子了 就是什麼 雅各那個天基 把天營以地 對 享受那裡呢 才能夠把天帶到地 把地帶到天 它成為燕柱 所以 進馬呢 它是屬世的 燕柱呢 屬靈的 它已經來到屬靈的光澤 那我們再往前呢 它什麼 它成為臥榻 臥 臥什麼 讓神得著安息 我們享受主呢 我們傳呼音呢 我們所得的是什麼 不是說 哇我今天十位二十位 不是那個數目 是那享受那個神聖的能力的 供書啊 讓得著那個喜樂 所以成為一個安息 再來 成為什麼 華教 華教是讓主來乘坐的 臥榻是夜間的安息呢 華教什麼 是白天的 是白天的喔 華教讓神來坐 來坐的時候 祂那個柱子呢 是銀座的 對不對 然後金呢 金是祂的座子 是祂的 底部是金 是耶路撒冷的底部 有什麼情形的 對 但是坐墊是什麼 是紫色的 寶座 紫色意表是神的寶座 還有祂鋪的是什麼 耶路撒冷 眾女子的愛之心 就是我們這些 所有在一班 一班得救的人呢 所享受 跟神那個情侶的關係 讓神得著滿足 你看這裡就 你看讀一讀 你就很開心 主喔 原來是禁馬 禁馬要成為什麼 禁馬要成為淹主 那淹主 有享受什麼 要成為過堂 對 讓神得著安息 至終成為華教 對 那末梁呢是什麼 讓神得著榮耀 就是灌 上上禮拜也講 上上禮拜前 有五個灌 對 九十八還記得 生命的灌 榮耀的灌 公義的灌 生命的灌 榮耀的灌 榮耀的灌 不朽的灌 至終這種 欺激的灌 有這種五種的灌 成為我們基督徒 一生的享受 至終那個榮耀的灌 是我們基督徒這種 我們榮耀的盼 在我們變化的光景裡面 我們在講 有變化了 你再從第四章 你把它讀一讀 第四章的一到五節 他的 你弟兄提的標題是什麼 做心照之家羅 心腹的美麗 對 這個他是講到美麗 美麗是講到外表的一個彰顯 所以在魂裡面的變化 他就有七種光景的變化 四章的一到五節 他講哪七種的變化 第一個是 他在靈裡的帕子 好像鴿子 他的眼變成鴿子 就大眼睛一向著 還有他的頭髮 如同山羊 暗默在激烈傷盤 這個頭髮是 奉獻與順福的能力 第三個什麼 牙齒 牙齒就是我們 吃就是接受的能力 再來呢 再來是什麼 再來就是蠢 蠢是我們花表 假畫 花表的一個能力 再來呢 是兩篩 兩篩也是外面 我們所顯露出來了 對不對 兩篩 不兩篩 紅潤 是外表的一個彰顯 再來呢 景象 景象是什麼 大衛 大衛建造的高度 再來第七是什麼 楊乳 這裡是什麼 這裡的楊乳 我等一下還要繼續 這裡的楊乳 是講到信心跟愛心 信心跟愛心 是在那個我們的生活裡面所顯露出來 基督徒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你看剛剛我所講這邊的七點都是什麼 都是外表 這是在魂的變化裡面的一個外表 但是你把它換到第七章 今天我的進入 你有沒有把它讀一讀 也是一大五級 對 那個是什麼 那是納乳的變化 那是魂的變化 是外面 剛剛所講的牙齒啊 唇啊 兩篩都是外表 但是在第七章裡面 你看見什麼 腳 是在邪中 就是已經 邪是為了形容 是傳養福音的能力 還有大腿言論 是他站立的 腿部我們都知道 腿部是我們站立的一個能力 再來是什麼 肚腹 肚腹就是內底底面的部分的 充滿神聖的聖明 我們再往前呢 這裡的梁魯 跟剛剛我們二章那裡也是讀梁魯 那剛剛那個梁魯也是外面的 是信心跟愛心的一個彰顯 這裡的梁魯呢 你弟兄講的什麼 他這個是梁羞 梁羞是什麼 你這個呢 我們衛養的度量跟能力 你一定從外面的彰顯 魂的彰顯到臨裡面 靈裡面就在配達神的工作裡面 你叫什麼 滿了度量跟能力 所以我們沒有這些觸解 我沒有辦法進入他這個豐富的裡面 你再往前呢 他說景象呢 這裡的景象就是象牙籠 剛剛二章的景象是什麼 大位的高調師 為著征戰 為著防衛 這裡的景象呢 是表示它已經浮寵了 順福了 變化 在那裡的變化裡面 已經經過十字甲 對 他變成象牙籠 就是主的死跟貨的光景 對 再來什麼 在野木 他的野木呢 就像西十本 那個梁羞兄哥東之歌 西十本是什麼 他的聰明 然後呢 巴特拉病呢 巴特拉病是什麼 眾人之靈 所以他的聰明呢 是藉著能夠跟兄姊妹很親近的來在一起 對 這是有一個變化的光景 這是魅力的變化 然後再往前 他的鼻子呢 往後朝著大馬色的尼巴特 就是什麼 他對屬靈的感覺呢 是已經有一種敏銳的魅力 就是裡面 在經過變化的光景裡面 然後再來看他的頭 就是他的心懷意念 對 都是為著神的 所以他的頭上的滑溪 一個彰顯嘛 是 還有下層的滑 被堅禁 堅禁在神的愛裡面 對 世上那個是講到魂 是講到我們外面 你基督徒我們在生活裡面 你知道我們的經歷裡面 如果在福祉裡面 我是藉著福祉 藉著環境呢 神來改我這個命 對 所以基督徒他對基督徒他好苦 那個苦往過來 是帶給我們的平安與安息 但是你不在順我的光景裡面呢 在佩達的光景裡面呢 你就什麼 你就蠻羊叹氣 因為你在自己的裡面呢 你沒有平安 你也沒有安息 你在自己的極裡面呢 欸 那些人也沒有平安 那些人也沒有什麼 對不對 你不只沒有平安 你不只沒有安息 你知道嗎 在你的福祉的光景裡面 就是蠻羊叹氣 主啊 為什麼這個環境會引到我 主啊 為什麼我那麼的愛你 為什麼會有這種困境引到我身上 不是我們人的一個探息 那就是 看出呢 如果我們在福祉的光景 在追求的光景裡面 是蠻羊叹氣的話 主啊 希望你那裡來光照我 寫許呢 我在那個四百二十八首 那邊有講說 主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 你在福祉的光景 在佩達的光景 在追求的光景 我們真的有好多的困境 對 所以求主呢 來擦乾我們 一切暗中的眼淚 對 學習你那樣的完全 對 主啊 不是我能夠完全 是因為有你的生命 在我裡面 家政在我裡面呢 我能夠學習那樣的完全 對 求主保守我們不只有四張 這個魂的變化 七種的光景的變化 我們還有七張 這個在那裡裡面 內裡的變化 所彰顯出來了 那個神聖的瑣事啊 對 能夠跟隨我們的一生 對 其實這叫化影 讓我們得到開啟主啊 我在福祉的光景裡面 在佩達的光景裡面 在傳言無音的事上 主啊 我能夠呢 沒有擠 對 對 完成配合上身體的行動 對 對 那就要更多的學習 對 不是我能 對 是你們的神聖生的能力 在我裡面也是有 對 對 那我從壯林般回來 叫身上主 在我身上一直有的工作 但是我最一直摸走了 這首詩歌一直跟著在我身邊 就是詩歌七百二十四首 在我本相是無善的組成 那以前我們總認為 啊不是了 這邊也碰 那邊也碰 好像變成油條 很多事情變成例行公式 在例行公式裡面呢 欸很容易啊 那個擠就彈性出來了 對 我們認為欸我還不錯啊 我還有一點點能力 那這個能力不是貴拉姐貴拉姐 主在保養 你稍微有一點能力是為著她 但是我們就是 感謝主呢 藉著這些話 然後藉著我們的追求 藉著弟兄姊妹 在我們的聚會裡面呢 釋放的話儀 見證 還有一些詩歌呢 就已經開啟我們 主啊 需要有更多的話 成為話中之水 來洗我 才能夠洗去我的斑點座 所以每次在這些釋放話儀的時候 我總是戰戰進進 在那裡一變 在一變 雖然這個腦筋實在是不行 一變 讀完第二變的時候 第一變那個就忘記了 在讀第二變的時候呢 欸 要更加的警醒在身上 如果我是想說 以前是很老闆的主啊 怎麼會這樣 那現在感覺不一樣 主啊 你讓我有更多的血洗 因為有那個忘記啊 我才能夠更警醒在你的面前 欸 如果第一次讀了就 啊已經讀得很清楚了 那我可能第二次在讀的時候 我就自己 欸 我吃驚 我已經讀了東西 所以我一直跟丁子妹 一直加入說我情人捕著 欸 你在這個光景裡面呢 主啊是一次一次的光景裡面 雅各也讀過好幾遍 但是每一次讀的亮光 真的是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主啊保守我們都在行李 像瑪利亞一樣 瑪利亞是我的一個警告 主啊那個有行的同在 那個是會過去的 對 主啊你叫我的時候 我才能夠好 欸 那是主 對 我不會丁子妹 因為思考那個二十章 那個瑪利亞十一節到十八節 他的光景 那個肉體啊 那個有行會過去的 所以很奇怪 你看十流行傳那個三章 剛剛柯友會講 那個顯靈 那個顯靈就是一個復活 就顯靈是什麼 我們要習慣於他那個五行的同上 那習慣五行是什麼 就是要這樣引領 那接著呢 我們這一點時間就好 把我們這 剛剛所讀的這五檢書呢 用幾句話可以聽到什麼 有一些交通 那些什麼樣的印象 能夠更深刻一點 他那個是我們 第一個是 烟婆祭 烟婆祭是什麼 講到 反潛是不是 對不對 那詩篇呢 是講到讚美 對不對 那在苦境中 只有讚美呢 才能讓我 跟神能夠更親 更親更近 然後再來呢 是真言呢 真言是什麼 講到智慧 對 西空 然後呢 傳道書呢 西空 對不對 西空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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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完全 對 十字架 這種波羅 那他從神 得著智慧 才能滿足 嗯 但最主要 在基督人生裡面 我們知道 要滿鳥障 詩篇裡面的 要滿鳥詩篇裡面的 你知道嗎 我們呢 就能夠呢 得著神的神聖的所示 嗯 所以我是想的是 它是一個差 但是它整個是一個完滿 嗯 那我們人生 是不是都在這種 示威裡面 差一千里 嗯 那神不要我們在這裡 嗯 神是要我們 要有神的智慧 嗯 來領會他神聖的話 嗯 嗯 就是能夠 讓神得著的詐欺 嗯 咪咪 咪咪